西大陸的官方媒體也有說過 他們認為現在做一些評論 就是說如果台灣把張賢耀 扣上了共諜這個帽子 很離奇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認為的 他們想要吸收的 吸納的共諜 應該是要具有什麼樣的 他們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對張賢耀來說 為什麼不會他們認為 他們可以去吸收的對象 你說的是昨天的那一個 環球時報的社評 因為他認為說 張賢耀他本身就是一個 還滿支持兩岸交流的一個人 比如說他以前 當立委的時候 他是支持三通 然後他是反對台獨 所以說對大陸來說 這樣的人他不需要再去吸收他 他覺得說他擺在 這個談判的第一線來說 就是一個還不錯的位置 為什麼要去吸收他 如果你去回顧 你說吸收什麼樣的特質 你可以去回顧 我們這10年來的 幾件的共諜案 其實不外乎是軍情局的人 調查局的人或者總統府的人 就是你可以去接觸一些 比較機密文件的人 然後這些人會被判共諜罪 他的罪行大部分都是說 他涉嫌洩漏了什麼軍事機密 或者是他刺探了我們的什麼 敵後人員的機密 類似這樣的 還有一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 我們前總統府的一個委員 叫王仁炳 他是因為涉嫌洩漏什麼扁馬交接的一些機密 相關的文件 對相關的文件 所以他是這樣子被逮捕 然後一般來說 大陸如果說要吸收共諜的話 大部分會是金錢 就是我給你錢 你幫我去收集一些材料 另外一個就是美人計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最近有一些 就是前兩年有一些大陸 他想要獲得台灣情報 不是吸收共諜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方式 我給你舉例 就是前兩年有一些教授 然後到了大陸 他們就被扣押幾天 然後就去問說 因為他們知道那些教授 跟我們台灣的情報部門有接觸 所以他把那些教授扣留之後 就問他們說 你們那個情報部門的情況是怎樣 結果那個教授非常生氣 非常生氣 那因為那個教授平常 就是從事兩岸交流的活動 就是其實它是有助於 兩岸關係的進展 尤其是學術交流 那他大陸的一些地方的 地方的安全系統的人員 把他這樣抓起來 他就非常生氣 所以他回來是非常生氣 然後有跟我們這邊的反應 然後就跟大陸反應說 你們不應該這樣子做 隨便就把人扣下來 對不對